很多病人 米肝跟西肝都搞不清楚 事實上米肝1960年代就發現 那西肝1989年發生 到現在今年剛好31年 雲家地區因為早期 所謂密益盛行 所以很多人就這樣傳染 有些村莊甚至有兩個人 就有一個人有西行肝炎 他們都不知道 有一部分的病人 我們感染這個西行肝炎之後 百分之七十的人 他會不會好 他就變慢性 那這些人裡面 大概有三成的人 大概經過二十年左右 他會產生肝硬化 那一旦肝硬化呢 每年大概有三到五%的人 他會產生肝癌 西行肝炎 因為大部分的病人 不會有症狀 所以很難從症狀去找出來 所以就必須做主動性的篩檢 所謂主動性的篩檢 就是抽血 很簡單 只要抽血 就可以知道 有沒有西行肝炎 因為可能就是家裡有人因為這個問題 然後去換肝 對 所以我們會比較重視這一塊 就是抽個血檢查一下 對啊 檢查的流程 它第一個就是先抽血檢查 那抽血檢查 其實它這一次的那個吸肝的 維根除計畫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它同時是抽血檢驗那個 鼻型肝炎或者另外一個就是吸肝 那吸肝的話 假設說它有吸肝 它會再抽它的病毒量 好 是跟一般的檢查比較不一樣 那病毒量如果說它有超過三 好 我看它的那個數據就 它就會再請他們來這邊做治療 在過去 因為沒辦法篩檢西行肝炎 所有很多見血的東西 比如說書寫啦 刺青啦 穿耳洞 只要有可能噴到血液的東西 那個針頭是重複使用 就有可能感染西行肝炎 因為就是現在發現就是 也是有吸肝的病毒啊 所以就是要吃藥治療 對 目前是一個月來吃 對 就是先拿藥吃一吃 到一個月之後再檢查 再抽血檢查這樣子 吸型肝炎目前有很好的藥物來做治療 是口服藥物 那只要兩個月到三個月的療程 幾乎沒有什麼副作用 那它的根支率可以到達98%以上 所以建議所有的民眾 趕快來篩檢西行肝炎 如果西行肝炎有病毒 就可以用健保的藥物治療 張縣長上任就宣示 我們希望在2025年根除吸肝 希望我們明寧縣 目前我們的篩檢涵蓋率 從30%到2025年 我們可以達到有50%的 這個篩檢的涵蓋率 整個市篩檢的資料庫 還有我們縣內這些醫院 他們都以這個肝病的 一個治療的一些資料庫 那我們去勾激 找出來我們雲泥縣 40到79歲裡面 完全沒有做過吸肝篩檢的這些人 那我們主動通知他出來接受篩檢 所以這個叫精準式的篩檢 透過村裡辦公處村裡長 那結合他們 我們到每個村落去做一個設站篩檢的動作 我們是結合匣內這些可以治療的醫院診所 我們都把它結合成一個網絡分區的去做一個轉介 那從篩檢還有這個追蹤 還有一個治療的部分 我們變成是一條龍式的一個服務 該有一個固定身體的檢查的話 其實你至少發現至少治療的話 會對以後也比較好一點 不要放到最後 等你發現的時候太久了也會有一點 就是放到最後的話 你可能會自己就變成 怎麼講 會更難治療 如果大家都可以出來做篩檢 那衛福部設定的 我們是希望台灣在2025年之前 就能夠根除吸乾鹽 這是一個困難的目標 但是是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 為了守護鄉親的健康 雲林縣政府希望在2025年前 將吸乾根除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40歲以上的鄉親 能夠接受免費的吸乾檢查 所以雲林縣政府 呼籲所有的鄉親 還沒有檢查的 應該要踴躍地接受檢查 勇敢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 有沒有得到吸型肝炎 一旦罹患了吸型肝炎 不用恐慌 不用害怕 只要接受治療很快 只要一個療程 在兩三個月當中 你就可以達到98%的一個治癒率 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早期恢復健康 所有的費用都由健保局起付 趕緊檢查 趕緊治療 遠離甘癌 健康上場